今天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气的普京互质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烈祝贺 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衷心感谢 习近平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典范 2014年我同普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署项目合作文件 五年多来两国参建单位密切协作 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兵卧血战天斗地 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向世界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 展示了中俄合作的丰硕成果 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 双方要打造平安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管道 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全可靠 促进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 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 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 希望双方再接再厉 打造更多像东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 为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 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70周年之际 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度 2014年 我和习近平主席 共同建政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 双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作 如期完成了建设 未来30年里 俄方将向中方供应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这将有助于落实 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 在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的共识 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确保这一标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 杨洁篪 王毅 和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 由布拉格维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飞河 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公里 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 利用以建管道1740公里